天才是这样给猫咪称体重的 在秤上放一个篮子 猫咪就会乖乖地躺进去 是不是很机智啊 而奇葩却是这样给狗狗称体重的 狗狗乖乖上秤吧 这什么玩意儿 我明明在减肥怎么还胖了 一定是这个秤得不标准 你这不你何用 我代表月亮消灭你孩子 天才狗狗是这样帮助小主人的 小主人你等着 我去给你拿毛巾 加油 旺财 你是最棒的 给你 快把脸擦干净 我们出去玩 而奇葩狗子却是这样的 主人这些都是我的劳动成果 怎么样 是不是充满了艺术的感觉 快滑吧 天才是这样玩跌背的 你这手速真是太快了 看得我眼花缭乱了 而奇葩却是这样玩跌背的 据说只要你手速足够快 背子里的手就不会扫出来 感觉我是失败 得了一种音乐一响起 就玩跌背的病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就连面对我最喜欢的饮料也一样 什么 音乐又响起了 我的早饭就这样换了 你就不能把音乐关了吗 聪明的狗狗是这样配合主人造型的 主人 我不条件相信你的技术 但你一定要小心 你千万别把我的发型给讲坏了 我明儿还要去相信呢 可千万不能捡毁了 怎么样 我这个造型转不转 是不是360度无死咬啊 你太多了 我avan了 难道就不成为了 自然颖子 麻烦 我